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轮源投顾 演艺名分析师来到我们节目 Hello 老师 全国的投资本大家好 千涵好 今天被动元件相关个股 在它的带动之下 早盘是小涨了十余点 那好像今天大盘也有轮到细晶圆 那老师觉得投资品有在选股方面 可以怎么去操作呢 其实这个礼拜的话 外资是属于放假 那台股的话量缩整理 那内资的部分的话 就必须要去做出一个拉抬 当然我们从昨天开始看到这个盘面 的确 我觉得内资很努力 内资能够控管的 大概就只有三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被动元件 包含昨天今天都在做出一个拉抬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细晶圆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低论 当然今天盘面上面的话 大党的族群就包含 被动元件的部分持续创高 包含国际跟华欣克的部分 互相的在做出一个轮涨轮动 那目前为止趋势往上的一个格局 它并没有改变 那当然今天的细晶圆里面 这个六十八八环球金 股价带众颇段新高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用周线来看的话 也一定确切在所谓的低档区 所以说投资很现代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在本周而言的话要特别注意 内支所拉抬的股票 有两个重要的族群 第一个被动元件还是被动元件 第二个就会轮到所谓的细晶圆的族群 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所谓的投资理财这家道路上面 看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族群 你不要觉得说它已经长完了 有这股价短线的回档修正 都能够适当的实际点来做出一个满性的动作 我相信严老师对于被动元件的研究的一个比非常厚 那被动元件产业也开始翻转 那严老师在Lite里面适当的实际点 我都会适当的来帮大家来做出一个 我们追踪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说你们对于被动元件股票操作的部分 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参考一下严老师的来的 我们看到现在大盘的部分 大盘目前为止是走所谓的区间震荡整理 所以说K棒的形态 它是属于一个小K 小K的话红棒目前为止没有补量上工 所以都判定说这个礼拜行情 它就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拉回修正的话大概也上下大概在100点附近 那我们看到第一档股票叫2327的国具 国具目前为止的话 这波的一个高点404块 近期有机会直接突破 为什么 因为被动元件目前为止 春节的部分 它已经开始招募员工了 包含所谓的MLCC 还有所谓的电阻电容的部分 也有传输市场里面 可能要进行所谓的涨价的一个风筝 所以说你要操作被动元件 就要注意到指标性质的一辆股票在 就是国具 其实我在lite里面追踪这个国具 已经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点 那第二辆股票就是华星科 我在近期以来的话 加赖的投资人应该都很清楚了 我在赖里面我直接告诉你华星科 未来该怎么做 那当然 老师直接说了 昨天的华星科是来到所谓涨停板 创新高嘛 今天的华星科再创破断新高 那这两档股票目前为止 成为盘面上面 作涨 作涨的一个中流抵柱 所以说近期以来的话 你可能要做价差 可以留意到所谓的国具 包含所谓的华星科的部分 当然有人认为说 老师这个奇力性的部分 可以做吗 奇力性的股价 你看到K棒形态 它是呈现所谓的 连续上涨连续红K 这个所谓的上涨45度角 均线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有稍微跌破 所谓的武力均线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仍然是一个买点 备动元件 我就跟大家讲到这三档股票 包含所谓的国具华星科 还有所谓的奇力性 小型股的部分要注意哪一档 这个叫5328的 这个这样股票叫华龙 华龙的话 其实上个礼拜涨停板 这个礼拜 一又涨停板 礼拜二再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连续四天四根涨停板 目前为止成为台面上面 非常注意的一个焦点 这个就属于一个小型股的部分 可能有转借的题材 所以近期以来 四天四根涨停板 有买到的人 当然也要是恭喜你 好不好 那我们看到所谓的 6488环球金 那为什么说操作系金源 要注意环球金 因为它是指标性质 它把资金会回来 准备要做 所谓的扩厂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 指标性质的股票 当然你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你可以留意到6488环球金 资金部位比较小的 可以注意到所谓的3016的加金 加金的部分请注意 来看到下一张图卡 加金 那加金的部分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整理形态结束 今天出现所谓的突破的一根红K棒 那这个突破的红K棒 在所谓的基础分析里面的话 它的的确确有所谓的空方 转多方的一个机会 那跟我们下一档股票讲到 6182的核金是不一样的 核金的股价建高涨之后拉回修正 这个地方 头马面可能还要再沉淀一点 是 那829的群联 也是做所谓的no-fetch的 那这张股票适合做所谓的波段的一个操作 基本面非常好 适合投资人长期的来做出一个投资 那低润的部分的话 跟大家谈到所谓的3260微钢 股价目前为止已经到70块了 拉回的时候要注意 我从来不会都介意说各位 直接去做出个追加 那关于被动元件 包含低润的族群 还有细菌元的部分 严老师在我的nite里面 都有帮各位长期的追踪 那有重的基本面的消息的一个公布 我也会适当时机的放在我个人的 一个nite里面 是 所以可以接着加入老师的nite 那财经见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